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代表哈嘎吻发的浩克金展 这些躲藏在语言深处的文化特点 也是翻译最困难的地方 所以不要再傲人家翻译飞了 但话说回来 各种语言小精灵能穿梭在台湾大街小巷 可是经过一番折腾 1951年 中华民国政府把好多围 哈克发各原住民族的族语 那样话都放逐边这样通通不准说 使用这些语言的族群 头都抬不起来 后来更老自年轻一代跟老一辈的阿公阿婆 而只能玩超级别业别 缺乏共同语言 许多传统传不下去 到了1980年代 截延前后的台湾社会风气比较open了一些 大家开始为了自身权力站出来 各家子弟看在眼里 想到特意被打压得不成人形 各家文化越来越隐形 人无可人啊 他们先是创办客家风源杂志 让客家朋友站起来 而克力觉醒 之后更发起反我母语运动 要求政府全面开放客语电视节目 修改广播电视法中限制方言的条款 并且建立更多元的语言政策 时隔30年的今天 狂我母语运动的诉求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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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更带动客家相关政策与媒体的出现 让客家族群又能骄傲地高喊 但是 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吗 原来不只政策打压 全球化更带着多种强势语言 拔山都数而来 许多语言的母语地位被取代 使用的人越来越少 哈克发 侯罗维 各原著名族的族语 而都在这批洪流中宰夫宰臣 你屋都要灭底了 快快快 客群初期班的报名表 赶快拿去填一填 哎呦 压力也是不用这么大 让语言活下去的方法有很多种 就像追个日韩剧 看个欧美电影一样 欣赏客群电视剧 平常客家美食 顺便学一些菜名 炒用 都能让客群轻轻松松走入生活 说到这边 虽然有些人认为 语言也有生老病实而别强求 但就像我们要维护生物多样性 语言也要维持多元性 因为它能做的不仅仅是沟通 更代表着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要是一个语言消失 它所蕴含的观点也会不见 最后变成全世界都栽酱 人们住进巨大的同温城 好像很舒服 但也会很无聊 没意思 所以 让我们一起认识在台湾的各种语言 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有更多理解吧 客客客战客家客店 赞来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